家住汉白沙州低厚社区的63岁阿姨梅汉侠 从2018年元月起 便一天不辣地为91岁的邻居朱秀华 义务做饭 送饭 每餐至少三菜一汤 荤素搭配 确保老人营养均衡 记者3月16日晚在梅汉侠家中看到 他为老人准备了毛豆炒香肠 红烧带鱼 白菜苔 蒜苗炒肉和排骨汤 我要赶好地做它吃 他毕竟是90多岁的人了 我不能跟谁面混了 尽量有汤汤水水的 荤 瘦 但是我就搭配 营养也跟上来 梅汉侠将饭菜用饭盒装好 送至隔壁朱秀华的住所 因为担心老人的眼睛看不清鱼刺 梅汉侠用筷子将带鱼的鱼刺拆开 把鱼肉分成小块 喂进他口中 谈及自己义务照顾邻居的举动 梅汉侠称自己只是知恩图报 举手致劳 梅汉侠说 老人家曾经帮自己带过娃 现在为他养老 这是做人的本分 梅汉侠告诉记者 他和朱秀华做了30多年邻居 一直维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 1984年 梅汉侠生了个儿子 但他和丈夫因工作繁忙 正为没人带孩子而发愁 刚退休的朱秀华了解情况后 主动表示愿意帮忙 1991年 朱秀华的老伴去世 他便开始了独居生活 2017年 朱秀华患上白内障 眼睛渐渐看不清东西 随着病情的严重 他已经无法独立做饭了 梅汉侠了解到朱秀华的病情后 立马决定义务帮他做饭 送饭 在梅汉侠看来 照顾邻里老人 本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他表示 自己会一直照顾朱秀华 愿意把亲密无间的邻里关系 一直维持下去 我一定有那种打算的 一直照顾他 北林贵氏吧 他基本上就愿意我照顾他 就打算一直这样 一直维持下去吧